今天我们来蒸几个小时经常吃的豆沙包 材料特别简单 300克的中筋面粉 300克的自个做的豆沙 180克的温水 一小勺糖 三克酵母 先把糖、酵母和水给它混合均匀 然后慢慢倒到咱们这个面里面 一边倒一边搅 都搅成絮状 咱们就可以下手来揉 这个面的硬度是中等的 所以非常好揉 揉得没干粉 就可以让它先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 咱们再来揉 这个面就特别听话 再揉一到两分钟 就可以揉得很光滑 揉好以后 我们让它再次醒面 大概半个小时 直到它长到两倍大 这时我们把豆沙给它分成十份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给案板上撒点干粉 面也醒好了 揉两倍大 直接放到案板上 我们给它揉一揉 排排气 经过这么一揉 面就会发得非常均匀 揉好以后 顺便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条 然后把它分成十等份 再把每个小剂子揉圆 摁扁 都做好以后 我们给它擀成中间厚边上薄的皮 放一个馅 就像包包子那样 给它包起来 褶不用很漂亮 然后接着给它整理成一个馒头的形状 这是最传统的样子 都包好以后 我们让它二次醒发 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 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钟 二次醒发好了 我们直接上锅蒸 十五分钟 用大火 刚出锅的豆沙包 是热气腾腾的 都白白胖胖的 我们撕开看看 可以看到咱们这面发的非常的轩软 尝一口 咱们这个馅也是甜度适中 满满的童年回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